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 各种各样的养生消息也不天盖地而来 例如适当饮酒由于健康 输液可以疏通血管 趁热吃对肠胃更好 很多人对这些养生建议深信不疑 今天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这些养生建议都是假的 不但没用还会越养越坏 血管里面有垃圾 如果不清理 这些垃圾会慢慢蓄积 形成血栓毒色血管 导致百病缠身 这种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甚至有些人还亲自试过 别傻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肾内科医师于越 2019年4月14日 在自媒体科普平台刊文指出 血管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垃圾毒素 有的只是人体正常的代谢废物 正常情况下会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排泄器官 最终排除体外 我们平时适当多喝水 增加排尿就可以帮助代谢废物加速清理 2.每天一万步活过一百岁真相 似乎不少人都在坚持着一个信念 走得越多就会越健康 过量运动会造成慢性关节损伤 对肌肉骨骼等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介绍 身体活动最好每天6000步 当然具体部署也还是因人而异 3.趁热吃对肠胃更好 在吃喝的问题上 很多人认为 吃热的喝热的有助于保护肠胃 其实早在2016年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 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 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 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 其实不仅是热饮 深受国人偏爱的火锅等 试列热食也有同样的风险 4.换季输液通血管安全过冬 换季了又该输输液通血管了 每到换季都有一大批老年人奔医院 靠输液通血管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吉训明指出 这种方法害人不浅 不仅没有用 搞不好还要人命 吉训明医生介绍 输液通血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出现对脑促中后 每年定期输液和不输液进行的科学的临床对比研究 输液反而可能引起心衰 药物过敏反应等情况 诱发或加重疾病 5.按摩乳房通乳腺去节节 广东公共频道DV现场栏目 曾报道过一个案例 广东王女士在美容院经按摩师推荐 接受了胸部经络疏通按摩 对方称 通过按摩可以打通胸部经络 消除乳腺增生等 没想到的是 近三个月过去 王女士却患上了乳腺癌 珠海市中西结合医院 乳腺外科主任任林洪表示 一些女性相信通过按摩 可以让包块减小甚至消失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病罩经磁激素经由刺激 借助外界按摩的推力 将会向周围扩散 加速癌细胞的转移扩散 6.中药没有副作用 不会伤身 平时生活中 当我们身边人生病时 总有些人推荐去吃点中药 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 不会伤身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光明日报曾报道了一个 乱用中药导致肝衰竭的案例 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 徐金行介绍 他曾接诊过一位 患肝衰竭的中年女性患者 原因是之前因为头发白的问题 一直都在用手屋来黑发 就治成功后 病人还一脸无辜地说 手屋算什么药啊 中药没有副作用 不会伤身的观念得盖盖了 中药也是药 用钱一定要请教医生 7.经常按摩淋巴能排毒 很多美容养生会所 都有淋巴排毒的项目 声称按摩淋巴 可以起到排毒致病的疗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淋巴瘤首席专家林童瑜 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指出 目前我国的卫生监督部门 没有审批过一项淋巴排毒的技术 所谓淋巴排毒 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8.食物一起吃会中毒 相信不少人一定听过 所谓食物相克的组合 菠菜和豆腐不能同吃 否则容易结食 维生素C和海鲜不能同吃 否则会中毒 现在告诉你 没有理论解释 没有实验证据 没有临床实验积累 这个东西是不存在 不真实 不可靠的 中国营养学会 名誉理事长葛科佑表示 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 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 香克食物后 确实出现身体不适 这通常是由于季节变化 食物本身有毒 食物变质等因素引起的 与食物相克无关 9.日常多吃红枣红糖 可以补血 近年来 红糖被包装为养生神器 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喜欢 加了姜汁 桂圆 红枣的保健红糖 更是受欢迎 然而 事实的真相是 你可能被骗了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检测数据 红糖中高达96.6%的成分 是糖类 铁元素含量微乎其微 想用红糖补血是不靠谱的 虽然红枣皮红红的 但红枣的铁含量并不高 甘枣中的铁含量 大概是2毫克每100克 鲜枣中更低 只有1.2毫克每100克 而且枣里面的铁不好吸收 真正的补铁食物 红肉 包括猪肉 牛肉 羊肉在内的红色的肉 动物血 动物肝脏 10.适量喝酒 有益健康 不少人都听过 适量饮酒 有益健康这种说法 甚至生活中有一些 所谓的健康建议中说 每天适量喝酒 可以活血 助眠 顶级医学期刊 柳叶刀刊文指出 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280万人的死亡 最安全的饮酒量为0 即不饮酒才能对健康有益 由于人口众多 中国是全球饮酒致死最多的国家 每年有70万国人 把命喝没了 其中有65万是男性 同时 酒精和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 多个疾病都有直接关联 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中 做出了一个统计 大量饮酒的受试者 相比于不饮酒的人 更容易罹患五种癌症 上消化道 呼吸道癌症 肺癌 女性乳腺癌 节脂肠肿瘤 以及黑色素瘤 11 多吃碱性食物 由于健康 酸性体质容易得癌症 碱性饮食 由于健康 这些说法 你听过没有 这个理论的创始人 是来自于美国的Robert Young 据悉 2002年 他一口气写了四本书 推广酸碱体质的概念 并先后出版了 《酸碱奇迹》系列丛书 酸碱体质理论骗局 真正被揭穿 是因为美国一位癌症患者 被这套说法忽悠 放弃了正规的化疗 最终导致癌症病情发展到四期 而所谓的酸碱疗法 竟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中 添加碱性的小苏打 结果Robert Young 因此被告上法庭 并判决缴纳 1.0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而且他当庭承认 酸碱理论就是骗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转 가ила